聽說成都有頭,我們現在立即出發足頭 皮皮,放放斑這一隻,然後再加多隻 這隻呢? 噢,就這樣 好,在捉BOSS之前,我先講講我的陣容 我捉BOSS都有幾種寵物需要帶的 首先第一隻,慢慢一隻一隻介紹 就是皮皮,性格你們可以看回 其實不是很重要,我要求他只是加防 皮皮,接著我這隻在加藝巷買,因為都挺便宜的 所以我就買回來,還有工具寵我自己覺得不需要太貴 個體值就這裡 技能就自有暗屎,電磁波,迷人,生蛋 特性一定要是純樸,皮皮一定要是純樸特性 大家如果要弄的話記得一定要純樸 先讓大家看完所有精靈的配置 防防斑,捉BOSS也是很大程度上要用的 加特防減速的性格 然後...啊不對,應該是說最好不要減速 最好不要減速,其實都是沒什麼需求的 只需要練血和努力值252 這個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去練 因為如果你沒有練速,不夠快 你現在看到140速的 接著要帶廣告維根 然後就是特性要有暢反調的防防班 還有一招技能是特性護門 其他三招完全無所謂 然後下一隻 第三隻是捉BOSS的精靈 那就是歐雲眼 歐雲眼如果你買回來 都是一樣沒什麼特別的需求 但有一件必定要看的 就是特性,一定要是惡作劇之心 因為他有這個特性的話 就可以使出這些變化招式 鮮手變化招式 但是對惡系無效的 那這件事大家要注意一下 OK 那到下一隻就是這個 陶道犬 陶道犬一樣沒什麼特別的 都是攻擊速度 然後就... 練這個... 喝這招的點度為止 蘑菇包子浸水 剛才說過了 如果是惡系的話 就沒辦法惡作劇之心 所以就先用陶道犬 將對面改了屬性 再用我作劇之心 那這個就是那個... 那個技巧 到下一隻了 豆粒菇 一樣 性格最好加攻 你看到我沒有加攻 因為我懶得 這隻懶得搞 努力值攻速 然後個體值就是3V 可以的話就... 高一點點 真的不行的就2V都夠 一樣 點到位置 蘑菇包子 吸收拳替身 大致上... 這個配置就先看著 那麼多 之後我們看看流程是怎樣 好 來 飄飄蟲 安飄蟲 女仔 好 這隻有太多女仔 蟲組 所以想要男仔 不過女仔不要緊 先用特性 換 換了對面的特性 先給個暢犯釣他去炭 同命 最好殺完這隻 殺不到就有他 精靈扣 第一湯 降低他的能力 一會再降低他的血量 好 充滿野性之力 之後就會降能力 這裡他還沒... 咦 打死我了 還沒打死 只要再扔吧 想不到打不死我 對面 嘩 差點紅白波入球 沒那麼容易 證明這隻的捕捉率也不錯 接著就是歐雲眼 第二個捕BOSS的第二寶 氣法 氣法給對面後宮之美 好 保證對面一定是後手出技 可以繼續等精靈扣 這裡建議 抖粒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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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粒菇可以先用蘑菇包子睡覺 OK 蘑菇包子之後就可以... 替身 先替身 慢慢屈到他... 扣血先 這裡他現在睡第二回合 打不打他先 照打他先 扣多少 少少 連續拳 替身有沒有爆到 替身沒有爆到 替身沒有爆到 替身幾好幾好 替身沒有爆 這樣子的話 可以再用蘑菇包子 無限loop 因為他們現在是後手 即使對面 用了他BOSS的新機制 然後加上他的能力變化 他都不會慢 他都不會快得過我 然後可以再用 點到位置一血 都會打 這個時候 黃血了 躺了兩彎 夢境球一出 我只有一個 夢境球 糟糕 糟糕 很危險 既然是這樣 好 沒有帶到這個多的夢境球 真的失散 不用這些高級球 這些撿回來的高級球 看看能不能捉到 好 這樣就完成了 輕輕鬆鬆 如果夢境球應該更快 不過因為這隻重 捕捉率比較好 所以其實 不是說很好發揮 可能要找一些比較難捉 才能看到夢境球的實力 那麼好 還是要是 快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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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